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选期间 虚假信息的传播可以说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仅仅说是各方的支持者在传播虚假信息 包括总统候选人本身也在传播大量的虚假信息 在上一场总统辩论当中 特朗普就公开传播了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 这个地方的海地移民在吃猫吃狗这样的谣言 即便这个谣言已经被多次的进行实施核查 这并没有阻止特朗普和他的盟友继续传播这个谣言 甚至在电视采访中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就在电视上差一点就承认说 他们就是要编造这个故事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媒体来关注移民问题 但实际上移民问题已经是这个选举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而且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或者说美国别的地方的一些移民问题的报道 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不少的媒体在进行关注 但是特朗普要做的呢就是不断的去炒作这个问题 然后要谋化移民 去激发选民的恐惧和偏见 然后也为自己催票 在中文世界当中呢 我们也会从微信啊推特小红书啊等各种地方 看到不少关于美国大选的不实信息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中文的信息环境有的时候会要比英文更加糟糕一点 然后诗核查难度呢也更大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门进行事实核查的朋友 来讨论一下他的经历和体会 金霞你好 你好小华 很高兴能够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呢之前呢是媒体行业出身 做过多年的记者 那么现在呢是美国的第一个中文事实核查机构 我们叫辟谣吧 以及另外的一个中文新闻评论网站 正义补丁和几个微信公号的负责人 你刚才有讲到PR8这个账号 以及正义补丁这个账号 这两个账号在微信上 至少我的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不同的朋友在转发 你们的内容 很多内容呢也是在进行这个事实核查的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日常工作当中 一般在进行事实核查的时候 就是如何来确定哪些信息是要优先进行核查的 事实核查的这个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整个不管是辟谣吧 还是正义补丁 还有我们的美国华人杂谈这几个微信公众号呢 它其实都是在一个非盈利这样一个模式下运营的 我们也是隶属于呢 旧金山的一个1969年成立的一个 华人权益促进会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的 那么这整个华人权益促进会呢 它本身的目的在60年代末呢 它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华裔美国人的公民和政治权益 当时我们在20162017年底的时候 就会发现随着公众的媒体使用习惯 像社交媒体线上媒体转移 中文的社交媒体权信息生态呢 就是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虚假信息阴谋论 就导致我们很多的这种日常的 像促进移民权益啊 经济正义啊 就是这种公民参与的很多工作呢 都受到了干扰 所以呢我们团队建立起来之后呢 就是为了就是对抗这样的一个信息污染 事实核查这个事情呢 是事实上是在我们2020年大选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当时的争议补丁上 推出了第一个的这个事实核查的栏目 但是后来呢会发现根本来不及做 因为这个大家的需求太多了 经常会问你们要不要再多写一个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呢我们就在2022年初呢 推出了这个专门的这个事实核查网站 批谣吧 那么我们整个的流程是这样子 就刚刚你问到 其实是深有体会 批谣真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首先呢是我们的全职的团队 现在有三个员工 我们会每天都会在微信啊 油管啊 推特啊 就是各个中文的社交媒体 去监测和记录 到底有哪些假新闻 它是传播的这个数量 包括跨品牌的这个次数 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然后我们记录进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就会向其他媒体编辑部 一个运行的程序 我们会召开这个每个星期 我们有个选题会 然后我们会讨论 哪几条假新闻 它的确是在广为传播 我们要迅速的采取行动 确定哪几条来 来试试核查之后 除了我们全职的团队呢 我们整个平台上 还有很多兼职的作者 像猫雷斯呀 可能很多经常读我们 正义不丁的读者 都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也会请他们来 我们的兼职的这个 十几个试试核查员 帮我们做试试核查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的 对 你们最近也是发布了一个 关于虚假信息的一个报告 报告的名字呢 叫做 阴谋论 谎言 与人工智能 华裔社区右翼虚假信息 如何反映 2024年大选中的仇恨政治 这个报告 现在是只有英文版是吗 你们会把它翻译成中文版吗 我们会的 我们中文版呢 应该就会在本周 最近几天就会在我们网站上线 对的 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 这个中文版的这个报告 应该已经上线了 我们也会把这个报告的中文版的链接 放在我们的文案里面的 这个报告里面是有讲到说 你们录得了有600多条虚假信息 然后这个浏览量超过了千万次 其中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是说最近的传播的平台上 微信当然一直是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虚假信息传播的平台 因为很多中国人很多华人怀疑在用微信 但是你们有讲到说 推特现在成为了一个超过微信的 成为了一个虚假信息的主要传播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描述一下 然后你们的观测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首先呢 我是想澄清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2024年大选中文虚假信息报告里面 数据呢它是横跨的期度是13个月 也就是从2023年的6月到2024年的7月 在过去的将近这么一年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 收集到了超过628条这样的虚假信息 浏览量过千万 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时间跨度放的更多 就是更长 那事实上基本上我们在过去的三年里 每年都是有这样一个基本六七百条的这样的虚假信息在传播 关于大选今年就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它是在推特上传播的虚假信息 是超过了微信电报油管等其他平台 但是呢 就是如果说不是只看跟大选相关的假新闻 就是看所有的整体的这个 比如说六百多条所有的假新闻 那么它这个平台呢 有可能以往的数据来看呢 它很有可能还是微信和油管上 电报群上的这个数量跟推特有可能是 比他们略高或者持平的 之所以关于大选上这么一个主题上 在推特上它就成为第一的虚假信息传播平台呢 我觉得就是跟就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跟推特这个平台在过去两三年里面 它的变化是离不开的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呢 就比如说大选的推特上的这个假新闻呢 它是48% 然后微信呢只有25% 当然呢很多人会说第一个原因是说 因为你在微信上很多内容有审查 尤其是关于政治选举 有一些即便是可能你即便是讨论美国的选举 但是有一些内容可能还是还是会踩到一些坑 还是会踩到一些线没有办法非发表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 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 推特呢它在马斯克接管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监管 没有任何限制的一个虚假信息的 这么一个集中的一个传播地 包括马斯克他本人 他相当于亲自下台 亲自在推特上传播很多 不管是什么已经被很多人验证过的 极端的一些阴谋论和谎言 他不光他自己传播呢 他还要求他的技术团队优先来推广 因为他是老板嘛 他自己的推文 对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报道是说 他们推特有在 当然对算法做了很多调整 其中一个调整就是说 如果这个作者是马斯克本人的话 然后这个帖子会在他的时间线上 排在非常上的一个 靠上的一个位置 对的对的 他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马斯克他接手之后呢 他不仅仅的是马上取消了这个平台 他原有的标记虚假信息的一些 一些做法一些系统 甚至呢裁员了很多团队嘛 包括把一些之前会在安全 幸运打击假信息这方面的一些员工 全部都拆掉了 他这样做呢 就是导致当然是推特变成了一个 相当于右翼这些influencer 就是这个大的这个头部传播者的 他的一个传播吸假信息的一个狂欢地 很自然的就是说 他不光光是在英文传播 我们中文的很多右翼的这些微信公号呀 这些油管博主啊 不停的需要一些阴谋论啊 谎言就是非常惊悚的一些内容 来带动流量的 那么很自然的 他们就会从推特上找这些素材 就相当于推特的假新闻指数级增长之后呢 他事实上是在喂养了一大批中文的自媒体的博主 那我们自己做这个假新闻的这个监测记录的时候 就会发现自从2022年以后呢 很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些不实的说法 他就是直接把推特上的这些说法 去作为一个信息来源来引用的 这样的做法呢 是大大的在在过去年代在迅速的增加 对 还有一个就是推特在被马斯克收购之后 然后做的一个改动 就是他把这个之前的蓝V 就是一个加V的这样一个认真的体验给完全改了 之前的话 其实这个体验本身他有很多问题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一个体验 但是在之前呢 其实基本上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本身就是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或者说是你是一个机构媒体的这样一个记者 然后或者你是一个名人啊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你会有这个蓝V的标注 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你只要花钱 每个月花五刀 每个月花十刀 然后这样一个价格 然后就可以买到这个蓝V 就把这个蓝V的意义给彻底改了 而且他在算法推荐当中呢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蓝V的用户的 他的这个帖子排名也会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 但是就是其实现在看到这些蓝V呢 很多都是不管是马斯克的拥顿啊 还是右翼啊 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都会有这个蓝V的标志 但是这个蓝V就跟过去说 只要你有蓝V你的这个信息 就可能是更可靠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记者在做的报道 现在蓝V的这个含义就完全给变掉了 对的对的 这绝对我完全赞同 这个绝对是他相当于马斯克上台之后的 所谓的进一步商业化 同时进一步的就是伤害这个平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 对的 那我们就大概来聊一下 就是你们在过去的这几年 或者说特别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你们看到的在中文世界 关于这个2024年大选的假新闻 主要的叙事都是怎么样的呢 嗯 那么其实现在呢 我们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 因为现在只有两周多的时间 马上就要进行2024年大选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很多就是在美国可以投票的华人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听听我们聊天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对的上号 看看你的这个微信 和这个小红书 你的这个信息 不管从哪里获得信息圈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那样的就是虚假信息 至少在我们P8监测来看的呢 目前2024年大选呢 在临近大选 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overall可能是四到五种这样的 整体上的这样几种假新闻的叙事 那么比如说第一种呢 持续的呢 在推选举舞弊 不管是加州出台了这个新的选举的法案 说任何人都可以投票啊 非公民也都可以投票啊 投票都不用查身份证啊 就你会看到社交媒体上充斥了大量这样的 未经验证的和错误的不实的说法 归根到底呢 在在煽动 就是说在推动今年的大选 他对这个选举制度的这个一个不信任 第二呢就是 过去的几年 包括到现在 一直都在进行的 就是持续的在攻击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么同时呢 来支持甚至很多时候神话川普 就是有一个词叫天选之子 然后经常就这个词是跟特朗普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神话呢 就是当然呢 我们是完全是同意 就是说有一些叙事呢 他可能你会说 哦那只是个人的观点 但是呢 这个神话的这些很多叙事呢 你会发现在中文的推特和这个微信朋友圈 就是一个只有特朗普才能救美国 这样一种叙事 就像您刚刚说的 只有特朗普才是唯一能够拯救美国的 这样一个候选人 当他在这样的叙事下 他去透过这层滤镜 去看美国现在的很多政策问题 实施问题的时候 那出来的中文的大量的这个信息就是 目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管是移民经济政治还是外交 全部都是因为特朗普不在执政 不在白宫 所以他的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扭曲 那么在神话特朗普的同时呢 自然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攻击民主党的候选人 之前呢是攻击拜登 当然现在呢是全部在攻击贺锦丽 攻击这个卡玛拉·哈尔斯 靠近选举呢我觉得其实对很多这个华裔一代移民来说呢 其实攻击民主党的候选人 尤其是攻击贺锦丽呢 他们很多的说法不光是对华裔 还是对很多亚裔国家像越南裔的这个选民呢 其实很多叙事是相似的 都是说你看这个民主党 尤其是贺锦丽 他要把美国带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只有我们特朗普才能拯救 将美国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拯救出来 什么哈里斯的这些很多政策都是 要搞社会主义 他的这个 所以这些很多呢 其实完全都是毫无根据的 一些就是利用 这个亚裔 尤其是一代移民的 他们这种从之前的这个文化创伤里面 还没有走出来的这种心理 来针对他们的痛点来做的这些叙事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种攻击和抹黑之外呢 我觉得今年在开头呢 也提到一个第三个很大的主题就是移民 就是对移民的这个攻击抹黑的妖魔化 或者说就是现在就完全是一个 移民问题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化的 政治化武器化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你在开头也提到 说这个什么特朗普甚至 包括GDVans他们就公开的说 海地移民吃猫吃狗这样的谣言 对不对 这样的谣言 你看尽管在大选辩论 就是在各大媒体都已经被反复辟谣了 但是它造成了非常真实的伤害 就是海地当地的这个社区 真的是遭到了各种的这种炸弹恐怖的威胁 然后甚至很多人都真的是 不敢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去出门这样子 那么在中文社区呢 就是移民问题 因为中文的假新闻呢 它事实上关于选举部分 它的创造力当然是有的 但是它百分七八十 它是从英文那边翻译复制过来的 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呢 它是英文假新闻 右翼假新闻的一面镜子 只不过它移植过来的时候呢 它非常巧妙地用了一些 利用了一些中文这个语言和文化上的一些嫁接而已 所以呢 移民问题呢 在今年的大选里面呢 你会看到在中文也是非常多的谣言 最后呢 可能我觉得可能值得一提的就是 人工智能 这也是我们可能今年随着 这个ChatGDP这种大语言模型 出来之后呢 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图片视频呢 我们也在中文看到了 很多在被用于大选 可以具体举一些例子吗 关于这个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虚假信息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去这几个月也观测到 这个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关心 这个科技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人 其实在几个月之前 我还觉得 这个之前在ChatGDP 在这个Dali 就是这样一个用来生成图片 这样一个技术出来之后呢 有很多人第一担心 其实就是说 到了大选的时候 这样一个技术会造成虚假信息的泛滥 我自己的观察是说 六个月之前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说至少现在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到 这个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 跟一张正式的图片 毫无差别是没有办法辨别出的 但是呢就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的确是看到了有很多这样的一个AI生成的图片 在网络上呢就传播了开来 特别是在过去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这个飓风海轮 然后袭击了北卡一些地方 然后就有很多关于这个特朗普 亲切慰问当地的灾民 我记得非常传播非常广的一张图片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孩子 然后坐在这个救生亭里面在哭 然后这张图片呢的确一看就是 一张员工智能生成的图片 不是真的一张图片 但是呢这张图片的传播可以说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泛滥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保守派的政客 共和党政客都在传播这么一张图片 所以这个现象其实还是 你可以说是很有意思 也可以说是挺令人担忧的吧 对的对的 刚刚说到的这些呢 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 就是除了你提到的这些例子呢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像推特上 你知道这些右翼的很多的虚假信息的策略 比如说是在说 支持民主党支持这个进步派的 都是一些变性人 都是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 然后疯子 就是你知道中文充斥了很多反LGDPQ社区的这些谣言 然后攻击什么男女同侧呀 这些谣言长盛不衰 所以呢他们会用AI呢制作一些 哦你看大家请看 这个支持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 都是一些什么人 都是一些AI制作的这些奇奇怪怪的 非常疯狂的一些相当于是LGDPQ群体的这样一些人 妖魔化的一些形象 然后同时呢 支持共和党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就是一些非常正常的图片 你会发现已经会这样应用 要么呢就是这样英文和中文媒体都出现了 特朗普在跟很多黑人在非常友好的互动呀 这样的一些一些AI生成的图片 所以这些例子已经很多 包括你你刚取到这些最新的最新的这些 这个AI使用的这些例子 那么我觉得AI它整个对虚假信息的这个传播的影响呢 首先是它是对那样生产的速度和数量级的一个颠覆 就比如说现在做一个podcast 你和我现在做了大量的提前的沟通 对不对 现在还要录制 后期你还要剪辑 那你知道前几天谷歌发布的这个notebook LM 我只要把我想要的一个podcast的一个主题 和大概的几个问题扔进去 它就能够从网上给我生成一段对话出来 一个完全非常漂亮的一个podcast 在几分钟之内就生成了 而且两个人的聊天感非常好 对它的这种聊天感非常的自然生动 我相信你已经体验过 对对对是的 所以这就是我提到说 人工智能它不仅仅是图片 它是从这个音频到视频 在内容生产上的全方位的一个颠覆 那你会说notebook它的这个podcast 生成的这个聊天感非常自然 互动感非常好 但它这些它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呢 它这些训练这些语言模型的数据 全部是从网上来的 但是网上这些信息完全是各种 泥沙俱下的虚假信息 掺杂在这个准确信息之中 那么它生成的不管是podcast 还是视频文凭图像都是没有经过这个验证的一些 唯有经过核实的一些内容 对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就是你想让它生成什么 然后就生成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这个最后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人在用这个技术吗 就是如果说你是把一个正经的学术论文 然后放进去的话 它的这个对话可能是关于这个学术论文 但是如果放进去的是一个就一个充满了虚假信息 这样一个pdf文档的话 它可能生成的也是一个 生成的一个谈话也是关于虚假信息的 对对对 所以当然了 当然你你这个观点呢 肯定会跟之前的 就是说技术它只是一个工具 取决人如何用它 这还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传统的观点 但是呢 我我会觉得我们现在担心AI对虚假信息的传播 你会你你你紧靠这样说 只靠人熟和用它 我觉得是不够的是因为 我们人的这个人的这个媒介素养 和这个所谓的AI素养 是远远跟不上现在技术的发展的 因为因为你你你知道 Notebook LM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就是 这个内容的消费者 他怎么知道你这个音频是 Notebook LM生成的对不对 他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Notebook LM 然后所以他就是 就是这个技术的 他每天都在就是真的是速度更新 如此之快的情况下 人工智能它也在不断的不断的在完善 就你刚刚跟我讲图片 它可能人工智能图片 还很容易被试接出来 但是它后面会越来越好 你会越来越难以识别 但是呢与此同时 我们我在大学的时候写的论文 就是关于媒介素养 就是在就是在说 我们要从小学时期就要培养 我们的公民怎么样去识别 媒介信息他生产的流程和信息质量 做怎么样一个教育 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有多少他的一个增长和变革 是完全跟不上目前的这个虚假信息 他生产的技术和数量级的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我们的政策制定也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当然呢我是在加州 就是关于人工智能 对选举的虚假信息这块呢 加州应该是在全美走得比较领先的 就是我自己呢也有参与 就是在加州的一个叫做 California Common Cause 这个团队呢 他们会跟一群立法者 在积极地去寻求是 一些从立法政策层面 来限制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的传播 包括一些这个像 放水印啊 一定要这个像消费者说明 你的视频或者音频文字 是不是AI生产啊等等 这些基本的这个信息的标识 但是从整体来说 技术的发展是远远是领先于 目前对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和整体这个我们民众的 对他的这个理解 这样一个速度的 是不是均衡的 对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 我之前看到的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Facebook 他或者Meta 他之前也推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 AI生成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已经大规模的推广 在Facebook上 在Instagram上 在各平台上都已经推广开来了 之前在Facebook上就有很多人 很多账号 然后在用这个这样一个技术 去制作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 并不是说关于选举相关的情细啊 是一些比如说 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 然后说我这 我是一个老兵 我是一个为美国服务了多少年的老兵 然后今天是我生日 欢迎大家给我评论 然后祝我生日快乐 下面真的有很多人就看到这张图片 然后去给他评论 说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而且他们都真心实意的祝他生日快乐 而且这些账号 当然肯定是有一些是假账号了 但是也有很多的 真的是真人账号 很有意思的 就是最近在各地都有极光嘛 很多人是可以肉眼 就是不是在不用去北极 然后在美国的各个地方 然后就可以肉眼看到极光 然后有很多人拍了图片 这时候Meta的账号 自己的官方账号 然后就发了一张 人工智能生成的极光图片 然后说啊你们如果没有看到极光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这样的图片 Meta自己的政策是 呃要求这样的图片是 不仅是打上水印 然后也是要加上一个 就是这样这样图片 是AI生成的一个标注了 在帖子上加上这样一个标注了 但是呢他自己就没有 把这个标注加上了 但是这个图片本身是有水印的 这个事情呢就后来就翻车了 然后翻车的原因是因为 在Swears上 就是Meta Meta另外一个平台上 有很多的记者啊 然后很多的这个 比较有影响力的 这样一些所谓的精英群体啊 他们都会觉得 你作为Meta 作为这样一个大型的科技公司 你生成这样一张图片 是不负责任的 或者说是 有个字叫readed room嘛 就是你 你不要把这个氛围感搞太糟糕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看真的极光 你为什么要用AI生成一张图片呢 呃但是呢 就我点开那个帖子 也会看到下面有很多的普通人 在评论说 啊这个好美 然后这个这个技术真的好棒 就会有很多人也真心实意的觉得这样一个 把事实和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 中间界限混淆的这样一个做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或者甚至是值得赞扬的 所以可能在这个上面 在所谓的精英群体跟普通人之间 还是不管是在鉴别这个内容上 还是说在对这个事情的具体看法上 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对对对 其实你刚举的这些例子呢 其实就是在说明就是说 你看那些评论这些奇光很漂亮 人工智能生成又有什么问题的这些人呢 然后或者说一些虚假图片生成 他们也无法识别的这些人 很多他很有可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 他不一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他没有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 这是因为这个媒介素养 能够识别虚假信息 以及哪些是准确可靠的信息 以及知道你的这个有意识的去 给你自己创造一个高质量的 这么一个信息的一个来源渠道 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学习的 它并不是你就想当然的就认为 只要你读过大学读过书 你就具备这种能力的 尤其是很多就是现在的 就刚刚你提到这种技术的 这个AI技术的这些 在信息的传播中起到作用 比如说在一些艺术行业 那的确是有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些图片 拿去做艺术竞赛 大家真的是分不出来的 归根到底呢 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人工智能 包括虚假信息本身 其实即便是没有人工智能 就虚假信息它本身 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它的传播呢 技术 尤其是算法 都在其中 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 很多人 你跟他说算法 算法到底是什么 他是怎么样操纵 有时候甚至是审查 你能看到什么 不能看到什么 就是如果你不 有意识的去了解和学习 你是很容易 无意识的就陷入到 我觉得就看小红书 或者就看YouTube 就很容易的 就被算法操纵掉的 对 你正好就讲到了小红书 然后我也很好奇 就是小红书 也是我经常日常使用的一个平台 虽然小红书整体来说的话 可能它是大部分人 可能不是特别关心政治 或者说不是特别愿意讨论政治的 但是也是在上面 能看到很多关于大选 关于政治的内容的 所以小红书上的生态 你自己的感觉 或者说你通过 你在工作中的经历是怎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小红书上 也有一些虚假信息 或者怎么样的内容呢 对 我们也有发现 我们也有发现 但是我们的是 因为我们整个PL8 是对所有的中文社交媒体 都会做一个监测记录 所以小红书呢 自然我们也会去监测 也有在过去的 两三年内发现的这个平台 我觉得假新闻的增长呢 倒是其次 我最吃惊的是 它的就是整体的 它这个用户增长 我们刚刚相当于 这个夏天的时候 在旧金山呢 做了一个中文 这个相当于媒体消费习惯的调查 我们大概调查了 相对有500多个人 那么有效的问卷呢 可能最后是350份 那么最后我们发现 就是所有这些 接受我们问卷调查的人 他们跟我们讲YouTube和微信 是他们的第一和第二的使用 媒体来源 但是接下来就是小红书 就是小红书它的增长的 就在我们调查里面 它的这个数量级别 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迅速的贴近 微信和这个YouTube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但是呢 我们团队呢 也看到过它里面 有很多虚假信息 但是我们目前对它的感觉就是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一个内容平台 因为它自己的定位 也是你的生活指南 嗯 对 就是非常有用 的确非常有用 就是不仅仅是对这个国内用户啊 就对于在海外的这个用户来说 也是非常有用 就是你去找当地的这个吃喝玩乐啊 各种各样的信息啊 你都很有可能在小红书上 找到一个比Google搜索 或者别的任何平台 更有用的信息 对 对 这里没有接小红书的广告 对 但是我们没有接它的广告 但是呢 我们也有对它的批评 就是就是 你很多人就 可能我的我的一些 就是做事事核查的朋友 看到它的假新闻 就会觉得 它里面就是很容易有这种 极端化的一些 所谓一些有毒的一些言论 嗯 那么我们也曾讨论过 非常严肃的讨论过说 要不要去到小红书上来辟谣 但是我们最终的结论 就是像你刚刚聊到的 就是大家为什么用小红书 是因为是 是想要去里面吃喝玩乐 对不对 所以 就是做你的一个 就是去什么地方好吃 什么地方 就是做一个 当然也有很多 这个学习啊 就是有用的内容的分享 但整体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 想要深入了解 美国政治的这么一个 严肃性的读者 你会去小红书上看这些内容吗 好问题 但是我还是会就不可避免 因为我刷小红书 这些真的 呃 非常长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 会看到一些这些内容 对 但你第一目的 并不是主动去上面 找政治的内容 如果你要找政治内容 并不是 对吧 你很有可能会去看 其他英文的主流媒体 可能会去看一些 专门讨论政治的一些栏目 或者相关的一些深度的 像你关注的一些大选的内容 就是现在的这个媒体生态 它细分的非常的专业化 精细化 如果读者 他要看政治内容 和他如果要看娱乐 和这个生活实用 那他去的平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整体上呢 我们非常关注小红书 也非常关注 就是非常担心 他上面的一些 就像你看的 不可避免的一些 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假新闻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 跟我们这个读者的 整体的读者群 他的气质不太搭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可能认为 我们还是先专注的做好 目前的这个 平台 然后争取成为 那个如果读者想要看 对美国的实事 政治的准确信息 他会马上想要 想要到 PL8来看 我们的内容 这样一个定位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是 我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 这个右翼的假新闻 或者虚假信息 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 左派啊 或者民主党支持者的 传播的一些谣言呢 或者虚假信息呢 有啊 有 但是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否定的是 左派的谣言 之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看到的不多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看到 对 但是我也看到过 对 我看到 就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谣言 或者说虚假信息 就是关于特朗普 七月份遇刺的时候 有很多左派的人 在声称这个是假的 对对对 会说他是自导自演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可能是你说到 关于左派的谣言的时候 目前最能想到的 甚至就是可能为数不多的 这么几个 一下子容易能想到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看右派 关于特朗普这次暗杀的 这些阴谋论 那数量就不在一个级别了 对 他们也说这个是有阴谋 然后这个只是这个阴谋 是说是民主党导演 是民主党安排的 对 然后甚至包括是 是很多这些 在中文 我们我们当时批谣吧 还收到就是读者过来问 我们说 哦 这真的是这个特勤局 故意放走这个枪手 你知道当时 不管是英文 还是中文社交媒体 都在传播 就是说有一个人 自称是这个特勤局的枪手 然后收到了高层的命令 故意在这个不受这个控制的情况下去 刺杀特朗普等等 就是 类似这种右派的这种谣言呢 就是 他这只是一个例子 关于这一起事件呢 他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整体呢 是一个一个始终呢 整个团队都是 力图的客观公正的 一个中立的立场呢 来准确的就事实讲事实 那么你问这个问题呢 我自己呢 整体的回答就是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那说到假新闻呢 我们目前看到了 仍然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翼和右派 左派也有 但是呢 左派一个是数量相对比较少 另外呢 你会观察到就是说 不管是主流媒体 还是一些英文的事实核查网站 主流媒体像CNN啊 纽约书报 华盛顿邮报 它很多都有事实 自己都有事实核查的团队和栏目 那么包括一些 Snoops 还有factcheck.org 英文的事实核查网站 你去看 它很多的辟谣的这个谣言 也主要都来自右派和右翼 这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之前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马其顿 欧洲的这个一个小国 马其顿 有这么一个小镇 然后上面的 这个小镇的青年呢 他们很多都从事这个假新闻的生产的 这样一个行业 就很多人每天的工作就是 去在一个假新闻的网站上 然后发表各种各样的布施信息 他们当时的目的并不是说 为了影响大选 或者说希望特朗普还是希拉里赢 他们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通过假新闻在Facebook 在别的平台上的传播 来赚取流量 因为他们的这个网站上有广告嘛 然后可以接到这个广告费 他们当时也是发现说 你如果写一些攻击希拉里的信息 或者写一些这个支持特朗普的信息 然后这些信息是比写一些 反过来的这个信息是更容易传播 更容易获取流量 所以说他们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洞察 然后写了更多关于这个希拉里 就是黑希拉里的假新闻 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 对对对 我觉得你其实刚才 其实上事实上是指出了 就是虚假信息 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受众和流量的 一个一个很很重要的两大原因 第一当然是政治原因 因为党派之争 现在尤其大选这种水深火热 现在处在这个民调如此胶着的 一个状态之下 那政治原因呢 为什么很多假新闻是来自右派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共和党 整个政党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呢 它会依靠这些假新闻阴谋论 包括一些极端分裂的仇恨言论 来获取选票这种方式和这个风气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除了政治原因 你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经济原因 对不对 大家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广告 这在其实在中文的虚假信息的传播圈 是一模一样的 无外乎就是这两大动机 那可能很多时候商业的原因 还会大于政治原因 那比如说你看到很多这种 使用AI的假账号 卖什么保健品 然后或者说搞这种比特币投资 就很多假账 假账号搞这种 就是造这种什么俄罗斯网红 那它最后去卖 就是为了卖一些什么俄罗斯产品之类的 就是为了不管是生产内容 还是做虚假账号 这最后目的就是为了盈利 就是为了跟我们你刚刚提到的 这些小镇上这些人去刷虚假信息 容易获得流量是一个道理 因为虚假信息 它就是靠那个非常惊悚 然后非常极端 非常能够让你要么震惊 要么惊奇 要么就很愤怒 就很容易煽动你的情绪 刺激着你 刺激你的感官 然后让你不由自主的去转发 靠这样一个机制 来运作的一些内容 那么自然它是越极端 越分裂 越不靠谱 越能吸引人的眼球 越能带来流量 对 你刚才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传播虚假信息的时候 他们主要是为了 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商业的目的 而不是说为了政治目的 但是如果讲到这个政治目的的话 最近就有很多人 对这个虚假信息的泛滥 假新闻的泛滥感到非常绝望 因为他们发现说 你去告诉他事实是怎么样的 可能并没有什么用 最近的也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这些人在传播这个虚假信息 在传播错误信息的时候 他们不是说 只是为了分享这个信息 或者是想说服别的人 相信跟他相信一样的东西 而是说是为了满足这个 他的一个自己的归属感 然后他的一个群体的认同 就尤其是在一些党派化 特别严重的问题时常呢 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要表达自己身份认同的 这个需求超过对这个事实 对真实的这样一个追求 所以这时候 你如果只是告诉他一个真相 或者告诉他 你传播这个东西是假的 并没有特别多的用处 所以我想问的一个灵魂问题 就是 你平时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做的这个工作 可能就并没有特别有效吗 或者说我做这个工作 就到底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了 你这个绝对是灵魂考问 我们经常呢 会会收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支持者 他也有这样的疑问 他也会觉得 哦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看到 你们已经辟谣了 怎么我发到我的朋友圈里面 那些人还是有人信呢 所以你刚刚说到了身份认同呢 这个原因我是同意的 这绝对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因素 在启作用 尤其是你说很多华人一代移民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 不管微信 还是推特 还是油管 他的这个博主 他很多还是一代移民 这些人呢 有时候呢 就是他会 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集体主义 然后很容易有一个身份认同的 集体认同感 就这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群体 就他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那么现在呢 突然那么到了美国这样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个国家 之前的集体主义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呢 全部崩塌 需要重建 那么这个时候呢 的确 他是非常容易 如果他没有非常就是自主的个人的意志和这个认知 和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思考能力 他的确是非常容易被周围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些回音币啊 或者身边的人都都在说什么 我就相信什么 身边的人都认为 我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我也就很自然的想加入那个 所谓的这个某个党派的身份认同里面去 所以这个我 我是同意的 但是对我们做事实核查的人来说呢 我们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做这个事情呢 去寻找意义感的地方呢 是在于我们是能够看到还是有很多的 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新移民 有些很多留学生 当他来到这个新的国家 他在重新学习这个新的体制 重新在学习一步一步的 在想要怎么样做这个公民参与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需要准确的信息和资源的时候 就是只要有人还在困惑 还在寻找一个真相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要做那一个 至少有一个地方 他能够提供这么一个 真实声音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 我经常鼓励我们团队的说 就是说 的确呢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实核查 吃力不讨好 但是呢 只要有 就是说 哪怕一百个人 一千里面面 只要有一个人 两个人 他是 是在找这个事情的真相 是什么 他在我们的平台找到了 那么这个工作 他就是值得的 一半呢 我是同意你刚刚说的 这些身份认同 他事实核查有限 但是呢 我 还有一半呢 并不完全认同的一个 一个因素呢 就是说 这当然是 事实核查 他有限的 一个因素 但也只是一个因素而已 一个人相不相信 阴谋论 他是有很多的因素 在同时起作用的 比如说 就是 就从阴谋论来说吧 你刚刚说的身份认同 党派中的身份认同 它是一个因素 但很多人呢 他可能 他是个体层面 对他自我认知 和自我身份认同的 一个满足 就是比如说 他一直都是在 在接受 我是 这个东西 就是像 所谓特朗普 是天选之子 如果说像2020年 特朗普 这个特朗普 败选了之后 然后他就会 一下子就会 对原来的认知 原来的这些心理 他要全部推翻重建 这个时候呢 他是很难接受现实的 说白了就是 大量的这种 大选 阴谋论2020年 就给他提供了一种 能够延缓 接受现实的 这么一个缓冲区 能够让他 不那么一下子 就对自己说 哦原来我 原来我一直坚信的东西 他现在崩塌了 他是错的 所以 他有很多因素 在起作用 但是呢 我们做事实核查的人 同时也看到了 我们因为我们 也收到很多邮件 鼓励我们 在做事实核查的 这些读者的声音 那么很多人 就会对我们说 我们就是要听到 这个无关立场 一个真实的声音 真相到底是什么 事实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鼓励我们说 的确呢 是我的周围 有很多这样的 回音币啊 就是大家都在 微信圈里面的 这样乱七八糟的声音 但是 我是愿意学习 我是愿意 我是愿意成长的 我是愿意去 自己去探索 到底 这些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所以 我们当看到 有很多 这些新移民 尤其是这些 我们 除了新移民之外 还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 中间派 他们对我们的认同 和肯定的时候 这其实是我们 是我们找到 意义感的 一些来源 还有一些 其他的因素 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重要在哪里呢 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说 GDVS 就是说这个 海地移民 吃猫吃狗的 这个谣言 在真实的社区 对海地移民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觉得很多华人 没有意识到 这个谣言和阴谋论 它离我们真实的 对于一整个社区的 伤害可以有多近 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我们 之所以 华人权益促进会 是一个社会 就是我们促进 华人民权 公民权益 和正义公平的 这么一个机构 就是因为 我们同时也是 疫情期间 停止歧视亚裁 stopAPI hate 的发起人之一 那我们做这个事情 当初的一个起因 就是 在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2020年 我们真的是 就收到了一封 这样的邮件 就说 你们中国人 生吃蝙蝠 所以你们把 新冠病毒 带到了全世界 所以你在看 这样一个谣言的时候 你在看 今天你看海地移民 吃猫吃狗 然后海地移民 都受到了这个爆炸 安全威胁 当地的这样的威胁 这跟我们当年 然后说中国病毒 中国人生吃蝙蝠 所以我们遭受 整个亚裔 遭受三到四年的骑士攻击 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当时我听到 他在散播这样的谣言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因为这里我们太近了 我当时在 那个是中秋节嘛 我们去 我们附近一个 明布尔 一个小城 有这个中秋庙会 你说 只要有任何一个 这种白人 种族主义 或者右翼 这种散播 这个移民 都是吃猫吃狗的人 他到这里 我们的中秋庙会上一逛 他说 哇 这什么 什么臭豆腐 味道太难闻了 还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小吃 中国人绝对是在 吃一些 生吃一些奇奇怪 他只要散播一些 相似的谣言 那是不是我们整个 华人社区 也会一样 给海地移民 遭到一样的 这样的安全威胁 和歧视攻击 这是非常非常近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这个对谣言和阴谋论的打击 把真相和事实的 这个澄清呢 它不仅仅是 就是说 就是 是一个 一个个体层面 不管是身份认同 还是 就是说 对集体意识认同的 这些因素 它更重要的是 尤其在大选 在一个政治层面 操作的时候 它是真的是 关系到 你整个社区 整个 是跟我们的 这个安全和生存 所以下十几年的 这个发展 都关系非常密切的 一个事情 对 就是 你刚才讲到 就是说 这个有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和自己这个世界观 或者说 和自己相信的东西 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种 就信仰崩塌 或者说世界观崩塌 这种感觉 然后英文里面 有个词叫Cope 就是说 碰到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应该如何 调整自己的心理 然后有的时候 可能这个传播假新闻 它也是就是 调整自己心理的 一种方式 然后来让自己的信仰 就坚定自己 之前相信的东西 让自己的信仰 不会被崩塌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你去相信这个事实 相信新的事实 然后更新自己的观点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 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是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聊天当中 提到了很多次的 这个词叫 没接素养 对于我们的 普通的听众来说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给到他们 告诉他们应该如何 和避免受到虚雅信息的影响 或者应该保持 怎么样的一个媒介素养 应该保持怎样的一个 媒体消费的习惯呢 是的 这呢 关于这点呢 其实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事实核查机构 事实核查机构 都有很多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所谓的大道治检 就是从每个人最能做起的 最简单 最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查看信息来源 然后我们通常会说 哦 我听到这里 然后这个人说 这个人说什么 我从微信上 我从小红书上看到 对 OK 那么到底是谁说呢 对不对 你不管你看到的是 什么样一个故事 什么样一个说法 它到底是从哪一个人 然后从哪一家媒体 它的这个来源 是怎么样传播出来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如果看到 你看到了一个故事 然后有心存怀疑的时候 首先去查看 它是谁说的 是哪家媒体 然后这家媒体 它的说法 是不是可以跟其他媒体 做一个交叉验证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对普通人来说 就是在短时间内 就是最简单 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说 在我们中文的读者圈 不管是像小红书 还是微信 然后大家可能都会看到 很多这个震惊体的 新闻标题 然后什么震惊了 惊呆了 或者愤怒 或者什么不转 不是中国人 我觉得如果你看到 类似这样这种震惊体的 煽动情绪的标题呢 可以首先呢 就是把这样的文章 就是打一个极大的问号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标题呢 就是以我们的判断呢 就是以煽动 以煽动读者的愤怒恐惧 情绪为主的文章呢 十有八九都不会有多少 是准确的信息 然后当然呢 如果你是美国的海外华人呢 我们知道读中文 当然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但是呢 在你有条件的情况 当然呢 你可以欢迎阅读 就是听《美人美奂》 当然请不要忘记 我们的辟谣吧 正义补丁 还有我们的 美国华人杂谈 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作者呢 都是就是很多 都是专业的媒体记者出身 然后很多还是 之前纽约时报的 这个newsletter的撰写人 要么呢 就是多年写作经验的 这个小说家和作者 我们绝对是 我们是对内容的质量 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控制的 是给自己打一支广告 但是呢 就是我们仍然是不够的 就想话 你知道我们这个中文的 媒体生态圈 我们的数量 的确是太少了 就是准确 致力于准确 提供准确信息的 就是关于美国时政的 这个媒体平台太少了 所以呢 如果 如果大家有条件呢 还是尽量的多读一些 英文主流媒体 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听众 这样一个建议 因为刚才聊了很多 关于人工智能 但是人工智能 又有很好的一个用处 就是翻译嘛 所以说你看到这些 英文主流媒体的时候 他们是英文 但是你也可以去把它用 这个不管是 XGPT 还是各种各样 别的工具 然后去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样来说的话 可能阅读起来 也比较方便一点 确实 我觉得当然 我同意 不过呢 也要翻译的时候 也要 对 翻译也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对对 可要还是要小心 对 感谢大家收听 本期美轮美套 The American Roulette 如果你想支持 我们将这档节目 继续做下去 请订阅我们的会员计划 我们最近也和看理想 推出了一档新的付费节目 美国大选与世界转向 美轮美奂的免费和付费会员 都可以以粉丝特惠价购买此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 也可以通过邮箱联系我们 会员计划的订阅链接 以及邮箱地址 都会放在文案中 谢谢大家